大家好,我是一心 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跟负债相关的话题了 并不是我自己不愿意说 主要原因是因为 只要一说这种全民负债的话题的话 里面有很多的数据 有可能会被一些人投诉 说我唱衰 或者是说传播负能量 甚至是被一些从事催促的工作人员 有可能会过举报或者是投诉 还有一些可能曾经做过理财 钱没有收回来的一些债券人 可能对这些负债逾气的人 就是心怀恶意 非常的恨他们吧 所以说有可能也会 给我这样一些相关的视频举报 总之呢 很多这种曾经发过的一些视频 都是过审了 也有播放量 也有点赞和转发 但是呢 平台会过一段时间 人工审核就下架了 所以没有办法 如果大家希望我能够多出一些系列的视频的话 还希望大家多多的给我一些小小的支持 在西瓜视频这边 强按三秒钟强力推荐 我今天呢 就想说一个非常突出的 大家都普遍看到的一个社会现象吧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全民负债的一个时代 然后我们整个就是生活身边吧 就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债权人和债务人 他们之间的一个矛盾 就是新时代的一个黄世人和杨白老 这样一个对立观可以这样说 是两个不同的人群 那我就想来通过六个方面来解读一下 就是这个关于催收和负债者这个人群 到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哈 它起的一些作用 有可能会引发的一些不好的结果吧 我希望能够做完这期视频以后 能够引发很多人的这个思考 并且呢大家能够竭力的转发或者推广 让一些金融机构他们能够看到 重新来审视催收机构 他们的一些作用和价值 首先第一个方面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正好处在的一个 就是说时代背景 去年的时候呢 央行这边呢 在腾讯网这边公布了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即使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这个负债人群 已经有7.8个亿了 逾期人数呢已经到了42% 但是到今年来看的话 因为疫情 因为政策调控 因为房产泡沫逐渐破灭 我相信这个数据肯定不会比去年好看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正好处在一个 全民负债的一个阶段 而就参考去年央行出的这个数据 现在光这个逾期 就征信失信 已经达到了将近三四个亿了 对不对 我们第七次人口普查 60岁以上的老人 已经将近四个亿了 还有一群孩子呢 所以说现在成年人 70,80,90后这一群人 可以说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这部分人群大部分都是有负债半多 是已经预期了 第二个方面 就是既然已经出在了一个 这么大体量的负债和预期的一个人群当中 那么这些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 为了能够大力度的把这个钱能够摧毁来 然后尽量的降低自己 这个平台和机构的负债率的话 换账率的话 他肯定是要把一部分债券 然后转化到第三方 为了降低自己的换账率呗 之前的时候曾经也有一个财经专家 他讲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很多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他会把这些 催不回来的这些款 他要打包给第三方呢 因为他要降低他自己的这个坏账率 以便于在第二年的时候呢 跟这些应建会 能够争取到更好的一些 复制政策 所以说呢 就产生了大量的这种催收的需求 而就目前来看 就很多各个地市吧 出来了一批这种催收公司 如雨后春笋 在大量的招收这个催收的工作人员 而就目前来说从网上能够查到的催收人员的这种数量呢 已经有30多万了 但我感觉应该不止这些 因为应该是处在一个快速猛增的一个人数的一个积累当中 但是因为这个催收工作人员呢 一般人真的干不了 就被人家这个18代祖宗都能给骂出来 所以说很多人他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抵抗能力的话 他这个工作是完全干不了的 而且里边有很多违规的一些行为 包括一些催收的一些主管 他们为了能够教会这些催收人员 如何去催收 都有一些非法的一些行为 然后呢 所以说只要是说理性的一些成年人 他是不敢去干这个工作的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大力的打压 管制这些暴力催收的这些从业人员 所以就会出现了市场有强大的催收人员的需求 但是呢 仍然没有很多人就是说愿意 或者敢去干这个工作 第三个方面 我就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现在目前来说 从事催收的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的身份 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负债群 在群里大家也在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现在的催收的人 你不要看他15喝6 其实这里边大部分人也是自己已经负债逾期了 他们只是为了换口饭吃 讨口饭吃去干了这个银行 或者是金融机构的打手 或者是柜子手这个身份 他们再去变相的去压迫 剥削已经催收的 心理抵抗能力又比较弱的一些弱势群体 所以说呢 他们的内心是极其扭曲的 当时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 我自己啊 其实我理性的推理一下 我觉得是极有可能 前两天因为有一个网友 他也是因为负债这个话题 他加我 他就跟我说 他前两天出去找工作 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只有一个催收工作 就跟他讲 你只要是愿意来 随时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但是他问我该不该干嘛 我就跟他说 这个工作是 让你的心态极其扭曲 你心想你本身你就预期了 你再去强迫压迫别人 我就问他 我说你能心底上能够扛得住吗 而且这都是去靠压迫别人得来的钱 你拿在心安理得嘛 他后来考虑了考虑 他没有干 第四个问题就是 催收的这些工作人员 能够解决多少回款的问题呢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催收回款上来的 这个成功几率有多高 我也没有干过 从事过这样的一些工作 但是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 都是通过恐吓呀 威胁呀 催收的这些工作人员 我认为 只要是但凡是一个 确实是没有能力还款的 一个负债者 他这种钱都是催不回来的 因为的确是 大部分人 这种负债者 他还不上钱 确实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还了 以贷养贷 直到把自己这个债务 养到很大了 没有能力无可奈何了才被破 然后债务崩盘了 这个时候你在用恐吓威胁 你再逼他 他也的确是没有能力去还这个钱呀 你再逼他走 逼上绝路就让他选择轻生了 这样的一些事件案里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还少吗 所以说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一些催收人员 他们的成功几率是很少的 可能会对那些本来是家族背景啊 有一点点有序 能够帮这个负债者解决问题的 会有一些这种能够催上来这种可能性的 但我认为在大部分人群当中 这种几率应该是属于少数 但是却存在着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说这个催收越刚 然后这个负债者 你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啊 你越去报我的通讯录 你越恐吓我 你越吓我的家人 我就是有钱我也不还 有事情好商量 你越是用这种流氓的手段来欺压我的话 反而他又不还的这种概率反而会更大 之前我曾经就是做过一篇视频嘛 我就讲了 我说这个催收公司到底是银行的收割机 还是银行的拦路户 大家有几星期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认为啊 这催收公司的一些存在 特别是用一些暴力催收的这些手段 他们的成功几率要低于 能够催上的这种可能性 第五个方面 就是关于这个催收公司 特别是暴力催收 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一个负面影响 首先呢 很多负债者都是一些 比较朴实比较善良的那些老百姓 因为自己欠钱还不上了 内心就有一个强大的自责 恐惧和愧疚感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出在一种一坛催收 就色变的一个状态当中 这个时候催收一对他们进行 人格的侮辱呀 打压呀 恐吓呀 然后又报通讯录啊 就觉得让他们在这个朋友圈里边 都抬不起头来啊 会让很多人处在这个心态崩溃的边缘 前两天出现了一个事 就是一个42岁的一个饭店老板 然后因为负债压力太大 把自己仅剩的800多块钱给了他闺女以后呢 他就选择了轻生 这样一个事件 实际上就是我们特别是今年啊 郑州那个地方遭了大灾啊 720大水 然后又接二连三的疫情反复啊 导致很多老百姓都已经没有正常的这个生活能力了啊 这个干的小生意也都已经啊 就都关停了 郑州那边又出现了大批量的这个 气方断供的一些现象 的确是老百姓生活都成问题了 你还在去不断的催收他 逼他 把他逼上绝路 对你们来说有什么这个好处呢 对不对 这个债势没有催上来 反而会给这个社会呢 就是大量的抹黑 造成了人心惶惶 这就是这个时代催收一个 特别是暴力催收啊 一个最坏的一个影响了 前年的时候一个网友啊 也是给我发了一个文章 也是头条的 就是郑州的一个事件 应该是一个银行吧 起诉要法拍一个负债人的房子 然后被法院给驳回了 因为现在确实在郑州那边 是一个特殊时刻 那对于负债者来说 他就是仅有的一套房子 你去强制执行他的房子 你这不相当于 把他逼上绝路吗 然后法律还不外乎人情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催收公司啊 特别是一些 不是很合法的一些 这个网贷平台 他们找的一些催收公司 因为本身他们自己 又存在不合法的一些现象 他们只能找一些 非常不合规的一些 这种就是第三方催收公司 用这种下散烂的手段去催收 大家去想想啊 很多人确实是因为这两年 遭到了一些天灾人祸 确实是遇到了这样 或那样的一些困难 如果你一概 只是为了去把这笔钱 催上了为目的 就把它逼上绝路 那肯定是违背这个时代 对人性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情理 所以说呢 事情还得就是论事 如果这个人确实 他是有一部分偿还能力 他就是不还 这种事应该是另当别论 但是呢 他的确是遇到困难 他还不上 你再逼他又有何用呢 所以说只能给这个社会 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第六个方面 我想结合以上我说的五个方面 就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的话 它只会是坏的影响 比好的这种收益 也大 所以我的建议呢 是大家要调整这个 就对催收和汇款的一些策略 所以我是想替所有的这些负债人 给这个银行和金融机构呢 给你们提个建议 我希望你们在 接下来去考虑 就是解决这些债务问题 就是降低这个坏账率的 这个问题的前提下呢 更全面的去结合 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实际因素 比如说疫情 比如说现在目前来说的这个 经济形势 然后在选择催收公司的时候 一定要全面的考核好 如果是存在这种暴力催收 或者不合法的一些催收行为 那些催收公司 千万不要用 因为一旦用了 给这个社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越来越严重 更有可能是加大了这笔债务的这个回款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你只有就存在一个得饶人畜 起饶人的一个心态 给它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和机会 它才能够步入到正常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去 它才有可能把这笔钱还上 不要用这种不择手段的这种催收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市场上肆意妄为 有些催收人员觉得自己代表银行了 觉得自己代表法律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 造成了多坏的社会影响 依照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逻辑吧 我认为找一些更加客观公正的这种就是清算公司 了解一下负债人的这种实际情况 并且给他们一些合理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反而会更好的 有效解决问题的一个效率上来 才有可能比这种暴力催收可能催上来的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有大的多 这个其实也不用特别的论证 因为我们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逆反心理 你越欺压我 我就越不还你 就越和你对抗 而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出在我人生最困难的一个低谷的时候 你能够给我更多的理解和认同的话 我可能心里反而会抱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一旦我有了钱以后 有可能会更加积极的先去把你这个债务给你解决掉 这都是我们最朴实最善良的老百姓 大部分人都拥有的一个品质 好就说这些 我是来自大字不得的一心 喜欢我不要忘了点关注